许多年纪上小时,在索马里遭受了女性生殖器割离这一危险做法的女性,现在依然生活在痛苦之中。 55岁的法度莫阿菲有7个孩子,她还记得自己是如何备用一把没有杀菌消毒的工具接受割离的。 她诉苦说,割离给她留下了病痛。 当时我们是几个才6岁的年幼女孩,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大的伤害,因为在割离后,我们甚至连麻醉都没有,我们当时生活的地区是没有可能接受医疗救治的,我们甚至无法小便。 利明受害人法尔顿·韦利,创立了一家倡导反对残割女性生殖器的非盈利组织,同时处理由于这种做法而导致的危险生命的病痛。 韦利遭受的是最危险的女性生殖器割离,被人们称为三刑。 这一做法包括将女性阴道口完全缝起,她至今仍在饱受并发症之苦,而且留下了精神伤疤。 病发症很痛苦,你会有性方面的问题,去看医生时,他们给你做盆腔检查时会有问题,真的,真的很痛。 谢赫·阿桑·杰米伊是一名当地阿哄,也是四个女孩的父亲。 他说,女性生殖器割离传统,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。 所有的伊斯兰教学者都同意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,这也是为什么我作为一名父亲, 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些害人的事而感到骄傲。 伊斯兰教中有一条教义称,凡是害人的事情都是被禁止的。 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创伤中心亨奈平均医疗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称, 99%的索马里女性遭受过三型生殖器残割。 由于女性生殖器割离,引发的医疗并发症十分严重, 即使是那些接受了手术的女性,也无法重新获得她们所失去的东西。 尽管现在有很多活动组织和法律反对在费州国家的这一做法, 割离人普遍存在,给这块大陆上的女性带来数不尽的问题和伤痛。 美国之音阿布迪,明尼阿波利斯报道。